今天最新的是 非庸亲身 跟严家涉入炸带案 这件事情据说以前 在地方爆发的时候 台中的媒体 没有一个人敢写言 要请教郎东 这些事情 透过不要看电视 透过点名这些 这个政论节目 让大家都不敢发声 就可以混过去吗 对这个非庸这个事情 在1997年的时候 几乎没有什么媒体去报道 但他确实有非常多的一个疑点 因为29岁的这位非庸爱丽 他才来了严禁标家14天 然后接下来就传出说 他用刀去刺伤 严禁标家里面的一个助理 或是管家 然后再包含 结果找不到他 不知道为什么找不到他 然后就找到老半天 才发现说 他在二楼那边 然后迟到刺自己胸口 致敬了 这个是他们官方的一个说法 那就疑点很多 第一个如果说他真的是不適应 为什么两个礼拜 就会有爆发 这么严重上的一些精神上的问题 第二个是说如果要自杀 为什么会选择刺胸口 这件事 第三个也就是很多在地人提到 是说也很多报道也没有提的 他内脏不见 有部分器官不见 疑似 他可能有被殴打 或者是延薪拷打了之后 被怕被验尸验出来 然后所以说才器官才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事情很严重 如果说这个飞庸是可能被侵犯 被伤害了之后 还被自杀 这个就是很严重的一个刑事犯罪 这件事情没有追究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出示厌尸报告 相关的厌尸报告 照理来讲 就算隔二十几年 也应该会有 这部分包含的检调 还有言情标 应该要进一步的去做说明 是不是他们家里面发生了这个事情 跟他们家人有关 我回来讲刚刚这一个爱丽的这个案子 因为我以前早年也是警政记者 那我的我在自由时报 当警政记者的时候 我的长官就跟我讲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看社会新闻 就是重要是合情合理 如果有一个案子 你看起来就不合情 不合理 你一定要去了解 他是发生什么事 那当然这个案子已经二十几年了 简单来讲是这样 观众朋友如果觉得这个案子很复杂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就是言情标 他们家的服务处 那我去查对照时间点 当时应该是当省议员 就是一个省议员的服务处 那他家有一个外籍的一个女佣 看护 女佣 那这一个女佣呢 他跟家 他们家的这个助理有争执 然后于是这个女佣拿刀子划伤了 那个女助理 然后结果呢 女助理跑去医院 看完病之后 回来服务处 找不到女佣 结果到二楼发现 住所还是服务处 住所 对住所 回到住所 其实他们住所就服务处了 听说是同一个地方 对对对 那那个再回到他们这个住所或服务处的二楼 之后 发现就是这个女佣已经弃绝 然后已经过世 他是自治 没有没有目睹 那刚刚朗东有讲了 就是说有一些疑点 那我也再提出其他几个疑点 就正常来讲 这个以社会新闻的ABC 这个虽然已经二十四年了 但只有文字的叙述 可是就是有一个很直觉 不合理的地方 就是你的女助理遭到非庸的刺伤 第一时间说我们在座 然后观众朋友 第一时间是报警 我们如果有人比方说拿刀子 我现在砍螺丝一刀 一定旁边人报警 我们怎么可能放着这件事情 没有报警 然后跑到医院 好 这第一个疑点 第二个疑点 其实我们很早二十年前 就已经有通报机制 就是你到了医院之后 医院正常SOP 医生看到是刀伤也会报警 也没有 那到了光田医院 医院要通报警察 结果也没有 就这两个疑点 其实是很很奇怪 就说好 那他到了医院 最后所有的同仁 陪著助理 到了医院 然后逢了二十几针 返回到这个服务室 住所之后 才在二楼发现这一 这一位就是艾莉小姐 他身中素刀 然后血流满地 然后不治 所以我觉得这个 当然不是说去影射什么 就是说有太多疑点 会让大家觉得说当年很奇怪 那我们因为想了解嘛 然后就去就是国家图书馆跟国会的那个新闻网知识库去搜寻当年相关的报纸 可是我们找不到任何新闻 也许是我没找到观众朋友如果有找到欢迎可能也许把那个相关新闻可以传给就是辣新闻的粉专或者传给我的粉专就是我是真的今天找了找不到这个新闻 所以我们只看到有我跟你讲一直在我的脸书跟我们的YouTube上一直有有一个这个留言那他们有在地人的传言就是这句话这个在地人说 颜庆标当他党当议长事实上他那个时候是审议员那他的爸爸被投诉性侵飞机女看护后来飞机女看护内脏破裂死亡 检察官香眼石内脏凭空消失一周九七年三月华市有一则新闻提到三个小孩的这个飞用不确定是不是同一个受害者希望这一条也有人去追 这个是因为当时在地的媒体没有报道而这个新闻最后就被压下来了 那这件事情呢在地都有口语相传 那当时的台中的地检署或是台中的警察局也没有人任何 就是我觉得还要再进一步求证就时间点 因为当时说是颜庆标当议长 但我比对时间点应该是当省议员 不过这是个重要资讯 因为我们就讲我有看到的警方的讲法 警方是说这个爱丽在菲律宾育有三子 是私相心切加上不适应才自杀 说真的这也是跑社会新闻奇怪 就不合情不合理 如果你今天有三子要养育 因此远道从洋来到台湾 来这里做就是看物 帮佣 那如果你真的不适应 那你就回去就好 然后就是 对对对 就是或逃跑打黑工嘛 严家不只是颜庆标 还有他的儿子女儿 通吃通喝 包山包海 到后来我们大家开始看到 他的父亲跟他的这个兄弟 都是因为颜庆标这三个字 从里长到议员到省议员到议长 后来到立法委员 这个国家的名气选票给你的职位 变成你们土地家族 而且呢破坏法治 无法无天的一个工具 更重要的是 以后卢秀燕的外号就叫六个洞市长 那有这样的一个民主法治国家的大消化吗 到底这六个洞是什么意思 在本段节目休息之前 我们再打一次电话看看 他们是不是有这个 去午休的人回来了 因为刚才呢 有拿起电话 后来呢就没有理我了 我仍然坚持用我自己的电话号码 因为我不想用别的号码 现在是连接都不接了 我们现在的时间是下午4点13分 竞选总部就可以不接电话了 现在的朋友您好 谢谢您的来电 祝福您平安 健康 喜乐 参应该要录说 周玉寇小姐 请你不要再打电话来了 请锁定 民事台湾台 那新闻Ur